周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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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福海跟随蒋介石之后 官运亨通 扶摇直上 被蒋介石任命为是从事副主任 可谓是亲信中的亲信了 对此 周福海仍不满足 于是在1938年投靠了汪清卫 成为了汪伟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 在沦为汉奸之后 周福海大发国难财 登自千估算存款为数最不多 今日之绪集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易英自足以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 周福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暂时关押在监狱之中 周福海当即下的直冒冷汗 但稍微冷静之后 他的心情又舒展了许多 自认为会平安无事 原来周福海在1943年就被戴利吸收进军中 由汉奸变成了戴利的卧底 并且帮助戴利除掉了大汉奸底士群 正是因为自己这段时间的表现 周福海自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要戴利出面证明就可以还自己一个清白 而且还可能成为抗战功臣 然而正当周福海在监狱中焦急等待时 1946年3月17日 戴利因飞机失失欲了 听到戴利死讯后 周福海面色苍白 冷汗直冒 顿时感到希望破灭 他歇斯底里边砍了六个字羽无死 我王尹 果然 正如周福海所料 1946年11月7日 周福海被以通谋敌伙 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死刑 后来经过妻子杨书慧的四处奔走 托人拉官 戏 并当场给蒋介石下跪求情 才勉强保住了周福海的性命 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但因监狱条件较差 周福海心脏病突发 最终于1948年2月28日 死在了监狱之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